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天无所事事 过着退休般的生活 可在今年9月 她突然被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法庭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她的女儿孙小轩才年仅10岁 10岁的小姑娘要状告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妇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 工作人员在第二天就来到了原告孙小轩的家中 在原告家中 工作人员见到了孙小轩的妈妈吴玲 以及吴玲的父亲老吴 老吴一见到工作人员就开始诉苦 她说女儿吴玲18岁就和孙强谈了恋爱 还没几个月女儿就怀孕了 吴玲一心想和孙强结婚 不愿把孩子打掉 但由于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无法和孙强领结婚证 于是吴玲直接住到了孙强家里 就算结了婚 刚成年的女儿如此鬼迷心窍 吴玲的父亲难道就没有阻拦吗 说的就是这个人的人情各方面就不行 我想就说我们就是不同意 十几岁就不好了 我们这说不好点 我们还是打也打了 说也说了 单纯的吴玲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对父亲的反对置若罔文 义无反顾地住进了孙强家 可对待婚姻如此轻率的孙强 终究不是良人 很快就露出了薄情的真面目 吴玲说自从她怀孕后 孙强每天借着工作的名义出去打牌 对她和肚子里的孩子漠不关心 住过去还不到十天 她就因为没能得到好的照顾 身体虚弱面无血色 吴玲的母亲心疼女儿就把她接回了家 直到孙小轩出生才 又回到孙强家 因为吴玲对孙强还抱有一丝幻想 她认为男人一旦有了孩子 就会变得有担当有责任感 那么孙强会为了孩子做出改变吗 这样我阿谷他也不会怪 我跟我们俩女子我们俩吃啥子 他反正一天气还就成了 切子开始就下个小 显然有了女儿之后 孙强没有任何改变 每天仍像以前一样混日子 但是吴玲并没有轻易放弃这样的日子 他坚持了一年多 终于在2012年 吴玲忍无可忍地提出了分手 虽然没有结婚 但因为女儿孙小轩的存在 两人还是签订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协议书上写明女儿 由女方抚养 男方每月支付500元作为女儿的生活费 直到女儿大学毕业 男方可以随时探望女儿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孙强被10岁的女儿告上法庭 与这份离婚协议书有关吗 孙强是否履行过曾经约定好的责任呢 显然自从签订了这份离婚协议 孙强仿佛卸下了一个包袱 这么多年都没看过女儿 更是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甚至在疫情期间也从未关心过女儿 所以吴玲彻底心灰意冷 决定为女儿讨回公道 所以她以女儿孙小轩的名义 向法院提交了诉状 吴玲表示这么多年过去 孙强早已再婚生子 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她不相信孙强拿不出 每月仅仅500元的生活费 此时的吴玲还不知道 在刚接到这个诉状的时候 法院的工作人员就尝试联系过被告孙强 当时我们联系被告的时候 被告的态度相当无估 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车接工证的原因 他就说的是 你要说这个娃娃生过了 你就必须要拿出证据来 为了逃避责任 孙强甚至试图否认与女儿的亲缘关系 并且态度十分消极 拒绝到法院 也拒绝领取相关的文书 法院的工作人员 为了案件能够顺利解决 只能将吴玲带到了孙强的居住地 进行开庭前的调解 那么调解能够顺利进行吗 孙强是否愿意承担起 他的责任呢 经过一番沟通 双方的庭前调解 终于在冷气人民法庭如期举行 面对法官的询问 孙强不再否认女儿与她的血缘关系 但却破冠破摔 宁愿承认自己是独不务正业 也不愿意承担起抚养女儿的责任 孙强表示 他现在的一切开支 都是由现任妻子负责的 别说每月500元的生活费 就是一分钱他也拿不出来 不管法官说什么 孙强始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一口咬定自己没钱 拿不出每月的500元 对于吴灵提出不租 之前为支付的生活费的说法 他也一口拒绝 就是说的自己钱都给了 从现在开始再给是吧 孙强想把以前承诺要给的生活费 一笔勾销 吴灵却并不答应 吴灵表示 女儿渐渐大了起来 每年的教育费 医疗费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500元根本 覆盖不了孙强 应尽的抚养义务 想到孙强这几年的表现 吴灵就忍不住落泪 不管在金钱上 还是感情上 孙强从来没有尽到过一个父亲的责任 但孙强仍然不为所动 翘着二郎腿不说一句话 看到孙强如此 吊儿锒铛的态度 法官忍不住质问孙强 面对法官的质问 孙强姿势不变 理直气壮地表示 她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妻子承担 连孩子都是妻子抚养的 而曾经为了赚钱 她买了一辆皮卡车 却倒赔进去不少钱 如今 每月3000元的车贷 也是由妻子支付的 自己手里根本没钱 对于孙强的这种说法 吴灵并不相信 双方僵持不下 都不愿退让 最终双方没能达成协议 调解不欢而散 庭前调解没能起 到作用只能根据 公开庭审的结果 做出最终判决 那么吴灵母女 能够得偿所愿吗 孙强庭审上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几天后 法院依法对孙小轩 诉孙强抚养费纠纷一案 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一开始 吴灵就作为 女儿孙小轩的代理人 提出了她们的诉讼请求 令母女并没有漫天要价 诉讼请求十分合理 那么面对这样 合情合理的要求 孙强会答应吗 还不等法官问完 孙强就表示自己没钱 用最简短的语言 驳回了这份诉讼请求 从她的行为中 能清楚地感觉到 孙强对女儿的不在意 对待庭审态度十分消极 因为孙强的不配合 法院最终决定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 依法做出公正的宣判 宣判结果 择日另行通知 2021年10月22号 宣判结果下发 要求孙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一次性付清原告孙小轩 2012年12月至2021年7月的生活费 51500元 以及2021年8月至9月的生活费 1200元 自2021年10月起 每月15日前 支付原告孙小轩600元的生活费 医疗费教育费评票据 与无零一人一半 到孙小轩独立生活为止 至此 10岁女儿状告亲生父亲的诉讼案件 审理完毕 孙强最终是否会按照法院判决结果 支付女儿生活费呢 现在还不得而知 因为孙强不愿意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 父女俩的血脉亲情 最终只剩下了生活费用的纠纷 希望孙强能够明白 比起物质上的付出 孩子更需要的是 情感上的付出 被爱包裹着的孩子 才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 我们明天再见